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2008年冰岛经历金融危机 国家贫乱破产边缘 但之后竟然急速重生 足球方面 两年前冰岛淘汰足球竞女英格兰 杀入欧洲国家杯八强 今年更加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州 创造震撼全球足球迷的奇迹 从前的渔篮部队成为今天的球坛黑马 他们靠什么特惠而出呢 冰岛曾经出产过一瓶啤酒叫2比14 自州冰岛足球队在1967年一场友谊赛 以2比14大败给丹麦 但都已成过去 反观香港 2009年东亚运足球项目摘金 令到不少球迷振奋 之后又沉寂下来 这次香港队青年军去冰岛取经 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 康民署管理的草地足球场有79个 大约每10万人就有1个 但香港土地问题严重 要做到好像冰岛一样 令到每个球会拥有自己的主场 又是否可以做到呢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